大家可以去想像一下 你去吃麻辣活锅 吃得很高兴 但是隔天呢 你的屁股也很高兴 你也要会拉肚子 而这个就是热性的肤心 大家好 我是大致命中医师 今天的话呢 我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有关于体质怎么样分辨 还有吃负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东西 痰的部分呢 大部分是属于虚痰 也就是身体的功能开始下降 开始低落 你的产热的功能 变得比较差了 而热的部分呢 一同是你热量排不出去 积在身上 所以你身上有燥热的感觉 另外呢 你有可能有发炎 发炎的时候也是比较燥热的状态 实际上会误犯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气血循环的问题 气血阻塞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我们把这个鹿 当作是我们的结果 当你有受货伤 它有些阻塞 或是你长期循环不良 就肺物堆积 你的路会开始变得比较窄 当你塞住以后 你这边能量送不过去 测试过不去 那这边气血是不足的 所以它就变得像虚一样 会变得比较寒 而这里呢 气血全部积在一起 送不过去 所以它的表现是比较燥热的状态 所以我们在讨论体质的时候 除了寒热以外 其实我们的气血循环状况 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市面上有很多大家都以为是偏寒心或偏热心的症状 但有很多其实都有错误 我先讲有关乳热心的症状好了 我们提三个 第一个口感舌道 第二个嘴破 第三个点蜜 一般来讲呢 大家都认为 身体在发炎 在比较燥热的时候 需要比较多水分的代形 所以会一直觉得想喝水 所以认为我们一直喝水和口感舌道 那个都是属于火气大 我们来提议关于嘴破的状况 它部分人呢 也是觉得嘴破是属于火气大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火气大的时候呢 它大部分是属于体内在发炎 所以 它会有比较红肿 跟疼痛的状态 另外 我们如果是虚寒的状态 它是属于代谢比较差 你的臭部能力比较弱 你如果是虚寒的时候 你也会嘴破 再来我们讲第三个 便秘呢 大家也都认为是火气大 但是实际上 当你太虚冷的时候 肠胃乳痛速度太慢 你的粪便在体内待太久 它其实也是变得冰 感性的症状呢 我就提出 左脚冰冷 还有腹性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觉得 是因为 比较冷 肠子和吸收水分和动的功能不好 所以它变成腹性的寶态 可是实际上 并不是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你去吃麻辣火锅 吃得很高兴 但是隔天呢 你的屁股也很高兴 你也会拉肚子 这个就是热性的腹性 再来 我们讲 手脚冰冷的问题 手脚冰冷的问题 简单来讲 你只要血液循环 送到手的能量不足 它就会 虚冷 你没有能量 它自然是觉得冷 没有错 但是 你只要气血循环不凉 它一样会是冷的 不像我刚刚讲 气血淤煮的问题 而淤煮的话呢 它有可能是因为热 所谓的热浴 所以 你光靠手脚冰冷是没有办法判断它到底是冷或是热 他们呢是一对夫妻来照会修復的 男生呢才三十几岁 身体也是很壮壮的 但是呢 我帮他拔麦的时候 他是我拔过麦最虚冷的一个男性 正常来讲男生不应该很容易买 因为他的工作还现在比较热的地方 他家人很怕他散火 所以每天都会熬一壶的清早茶大喝 而在这种长期使用清早茶的状况下 因为这种虚冷的东西 它会造成我们身体代气下降 所以他长期使用清早茶的状况呢 他的确是不会散火的 但是他的身体是什么火都没有 所以说他们要生小孩其实是很困难的 因为男生就没有火就不太行的嘛 而我一讲完呢 他老婆就用一种衣卫生产的颜色 看着我跟他老婆 另外一个案例呢 这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因为他常常觉得口感很糟 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火气很大 他在家里没事就煮清 酷瓜茶 吐酷瓜汤 或是萝卜汤在那边喝 然后每次碰到医师呢 就是告诉医师说 啊我的火气好大啊 你帮我开退火药 可是他卖罚奖不对啊 就是虚冷 所以后来呢 我帮他开了很热很热的药 我帮他开了撕米汗 他吃完以后呢 他跟我讲说 医生这是药效果超厚的啊 那口水都出来了 帮我再开这个退火的药 实际上他完全没有退火的效果 而这个状况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因为他身体没有能量 所以他喝了水 他其实就直接排泄掉 他没有办法送到上面来 然后你给他涂够的能量 让他能够代谢以后 他才会感觉有口水 一般灵头上我常看到的热性体质呢 我比较常注意到会有三个方向 第一种是属于肝火的部分 第二种呢是虚的部分 也就是属于虚火 第三种呢 只是属于发炎的问题 肝火大家应该比较常听见 实际上因为我们肝唱呢 他的功能很多 所以当我们 过劳的时候 我们该休息不休息 那或是我们吃了一些油炸的 他会有一些 氧化物过氧化物 就身体来讲是毒物的东西 这些事情呢 都会造成肝脏 他会有太多的工作 那他工作太多的时候呢 他就变成过劳的状态 那这种东西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不要吃炸的 不要喝酒 不要去休息 另外我们也建议是 两头发也不要 但是在记忆 可能会影响到 有关于虚的部分 把它分成气虚 还有屈虚的部分 当你的气虚的时候 你没有足够的能量 把这些不要的热量排出去 可能你的毛孔有塞住 或是你的毛孔 没办法不常的开阁 那你这样散不出去的状况下 你身体也是比较燥热的 我刚讲的还有血虚的部分 或者是阴虚也算概念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水 它里面有水 它也有一定的能量 如果说你的血不足 你的阴不足 你的水变少了 但是你的能量没有变 那它在合起来的时候 它的水温会做到很高 而这种状况下 身体也是觉得燥热的 接下来则是发炎的状态 一种是属于 病菌的感染 一种是 无菌性的发炎 病菌的感染呢 反正你有 受伤啊 细菌进去啊 化膿啊 它都会红肿啊 我们如果是中药的话 可能会用一些 黄禽啊 黄脸啊 再来 另外一种是属于 无菌性的发炎 会有很多 慢性的发炎 跟慢性的存在 然后会跟这个有关系 当你身体有些地方受的伤 或是长期寻找不良 那你有一些部分 长期的缺缺缺氧 它其实会坏死 坏死的状况 它就会发炎 所以它也会有 燥热的状况 所以像这种 一样是要靠 去帮你找到问题在哪里 把它解开来 你身体有一些 那种发炎的状况 一些热的状况 才会推得掉 一般在平常上 韩性会不会要分成两个大内 第一种是所谓的食寒 这种食寒呢 它是属于说 你以前可能冷到了 或是吃到一些 比较寒冷的东西 伤到身体了 而这种状况下呢 可能就需要找医师 帮你特别做治疗 第二个则是虚寒的部分 它指的就是身体状况 比较低下 比较虚弱 产热也比较少 所以比较虚弱的状态 一般来说呢 我们上半身的药 我们可以使用人身 使用房企 它们比较有 补心肺的功能 而如果是要补下半身呢 我们可以使用 腹重和口企 它们是比较偏补腰身的 我刚前面有提到有一些 比较偏阴区跟血区的部分 可是我们可以使用 方规跟无守物 就是看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要选择 相对硬的药物来使用 这样才会对身体 真正的有帮助 以上这三种呢 是我们过年的时候 大家常常买来 送的那些礼品 那我们大概是来看 这些特别有什么样的 效果及 它是什么样的属性 第一个呢 我们先来看所谓的基金 基金呢 它是属于比较平性的食物 它其实就是包括我们补充一些 蛋白质啊 氨基酸啊 或是维生素的部分 其实它本身吃鸡 是一样的状况 为什么要用基金呢 因为我们有些老人家 他的牙齿比较不好 他的肚子比较不好 你让它吃鸡肉呢 其实是不方便的 所以我们就使用基金 让它们会用喝的 可以让它比较简单的摄取到这些东西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第二种 我们要提到的是银汁 银汁它比较有退干活的效果 不过呢 大家要注意 当你在使用退干活的药 退多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 当你的免疫性能比较容易 再来 第三种我们来谈所谓的 人参 一般来讲 人参呢 它比较偏温性的 比较偏热一点的药 而人参呢 它也是比较补心肺的药 所以它是属于上半身的 不过呢 我这边另外提一下 人参其实它有两种类型 一种呢 是属于红参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韩国参 它之所以 人参外面会是红的 是因为它有使用其他的药去泡制过 它是比较热的 比较强心的 它是我们在急救上的药 所以自己不要乱吃 而外面比较常见的人参影呢 比较多是白色 它比较没有那么热 它有骨气和稍微滋液的效果 所以有一些我们讲话讲到后来口干热灶啊 那种没有气压 比较干燥啊 稍微有 但骨气也有滋润的效果 所以我们人参的部分呢 这是上半身 而且它是有帮你骨气阴的部分 所以在过年送你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收银人的身体状况 以及他们的需求 这样才会送了一些 没有油油或不会伤害他们的影片 这样的时候我会对我们自己的心理 等一下我把最后就来自讲话 嗯 就最后 等一下我最后就考察了自己 这里有什么用 异论请教派什么东西 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喜欢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喔 啊 啊